字幕秀人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鹿角 謝謝大家今天也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要拍 在我的頻道算是比較少拍的影片 就是我的Go!Rooping分享 因為我最近買了超多衣服的 因為我真的買的量太多了 所以我想說 不拍一個影片就是蠻可惜的 那因為我現在幾乎都在家裡工作 邊照顧小孩嘛 就累積了一些壓力 然後我的購物欲就冒出來了 其實我平常是很少會這樣爆買衣服 但是真的是壓力太大了 所以我忍不住就是半夜 一直下單一直下單一直下單 不知不覺 我就買了差不多日幣60萬的衣服 因為有些還沒送到 那我今天就只介紹給大家已經送到的衣服 這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爆買這麼多衣服 就是有在看我的影片 或者是有追蹤我的IG的大家可能會看到我 我其實常常在反覆穿搭一些我以前購買的單品 因為真的太瘋狂了 所以我想說一定要拍個影片跟大家分享我買了什麼 一起燒大家 我這次主要會介紹三個品牌 三個品牌應該都是在台灣知名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品牌 那首先第一個品牌是IDEM 它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是一個模特兒叫做春田輪子創立的品牌 那會從這個品牌先開始介紹 是因為我這次只買了兩件 就是這一件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夏天穿的洋裝 大家可能看它的正面是一件非常普通的吊帶洋裝 可是大家看背面超可愛 它這個背面連接的地方是被綁成蝴蝶結的 所以整個感覺就會在休閒中又有女人味 又有一點俏皮的感覺 那因為它兩個顏色我覺得太可愛了 我真的沒辦法從裡面只做一個顏色選擇 所以我就包色 其實我是喜歡的衣服我真的就會包色的類型 另外一個顏色是黑色 然後後面設計的這個可以綁成蝴蝶結的地方是白色的 那我一開始會看到這件衣服呢 是他們要辦快閃店 然後快閃店最大的視覺呢 他們就是穿這件衣服 就是有露出那個模特兒的 背面我覺得天啊太可愛了 所以他們一開賣我就馬上下膽 然後它的材質是綿麻的 所以其實穿起來呢是算還蠻涼爽 然後裡面是這種滑滑的內裏 因為我的肌膚很敏感 如果它裡面也是綿麻的話呢 我穿起來會有點不舒服 這件真的超可愛的 好 所以這個品牌快速結束 因為我就只有這兩件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兩個都是我超愛的品牌 這首先是POPPY POPPY這個品牌呢是日本的一個YouTuber叫做ASAKI NIO 他創立的品牌 ASAKI NIO是一個世界觀非常非常可愛的YouTuber 我從很久以前就在追蹤他了 就是我剛開始追蹤他的時候 他其實還沒有這麼有名 可是他拍的影片跟他的作品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識別性 然後後來就看他的追蹤 慢慢的往上爬 然後他又自己編導拍一個電影 他的穿衣風格也非常可愛 而且他常常拍一些一般大家不會做的企劃 所以呢他的知名度就越來越高 然後他後來呢就是創了POPPY這個品牌 那POPPY呢其實一開始的風格也算是沒有很打中過 但是嘴的品牌越來越成熟 之後他的品牌就真的是 噢天啊太可愛了 而且他們聘請了一位設計師 我覺得那位設計師的作品 真的就是作品 不是只有衣服設計 我覺得就是藝術作品 他的配色還有他的概念都非常非常的特別 我覺得在市面上完全找不到跟他們定位一樣的品牌 所以我真的就是變成粉絲 買了超多他們的衣服 差不多從去年開始很流行那種透膚上衣做搭配 那POPPY呢他們也有出這個透膚上衣的系列叫做西斯潤 西斯潤每一件我真的就是當收藏品在買 可是因為他一件的單價不便宜 所以我也沒有到全部都買 但是我買的數量有很多 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首先呢這個是我買的第一件他們的西斯潤的單品 其實我一開始以為上面這個粉紅色是水蜜桃 結果後來發現它是玫瑰 大家看 不覺得他們的這個設計就是很特別嗎 而且他們其實用的這個絲質是非常好的 你在穿上去的時候你的皮膚呢都不會感到刺痛不舒服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的是他們的這個袖子的部分 這個袖口還有他們這個手臂的地方 穿起來是不會很鬆的 非常貼近你的肌膚可是你又不會覺得緊 然後他們這個用的材質就會讓你的手看起來 非常非常的鮮細 讓手可以有一點顯瘦效果 又覺得還不錯 這一系列我真的超喜歡 而且非常的好搭 他們這個頭膚內大 其實每一款幾乎都有做高領 或是有一點圓領的 這圓領的部分還是做一點設計 然後我自己呢是全部都夠買高領的 因為我個人偏愛高領的設計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他們這整個系列 我最喜歡的就是蝴蝶結系列 蝴蝶結系列 我全包 光是粉紅色的蝴蝶結 大家看就有兩款 超級可愛 背景是淺色的蝴蝶結 還有這個背景是粉色的蝴蝶結 你會覺得他們的設計很特別嗎 那其實呢這個是做成衣服的樣子 那我剛才說的那個設計師呢 他們還會公開一些設計師的原畫 真的整個配色 還有他們呈現出來的感覺 真的是市面上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品牌 可以跟他們重疊 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另外藍色的蝴蝶結 他們就不是底不同 是有分成那種深藍色的蝴蝶結 還有這個是淺藍色的蝴蝶結 喔是不是超可愛的 那像我自己是因為阿薩基紐這個YouTuber 認識他的品牌嘛 一開始認識POPPY的人都是這樣 但是因為後來出了這個 私質上的系列之後 就越來越多 本來不知道阿薩基紐的人 知道這個品牌 開始喜歡這個品牌 然後他們在原宿呢 有他們的門市 除了門市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是期間限定的 西伊斯的Museum 那個Museum裡面呢 全部都是他們的私質系列 就還有公開那個設計師的手稿 就真的很可愛 我忘記他們期間限定到什麼時候 但是如果大家來日本還有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 這真的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世界觀 不行我決定我要去穿給大家看 大家等我一下下 好大家我換好了 這件裡面的上衣真的是超可愛的 那我外面呢 也是打他們這個西石度系列的一個吊帶裙 這個花樣也是超特別超可愛的 大家看這個內搭 還有這個吊帶裙我都買了 真的超可愛的 你們看 把這個蝴蝶結這樣子穿在身上的感覺 浴巾香葉超可愛的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Copy他們一個設計師 我之前也有買過他們內搭 那時候還不是這種獅子的 就是大家看他們在這個口的部分 他們會用這種很特別的線條 在增加這件衣服的層次感 我覺得他不是單純一片 還有用這個收編 這個狀色呢 也都搭配得很好看 那下一件 這一件呢 應該就是大家比較好搭配的 那Popy的風格呢 都整體是比較偏向可愛個性的感覺 那這一件呢 Popy裡面比較少有 是帥氣一點的 那所以呢 如果是喜歡俐落風格 帥氣風格的人呢 就可以買這一件 他這一件也是超可愛 超好搭的 然後是另外這一件 另外這一件我之前穿 有上人在我的Instagram 那時候就還蠻多人問的 那這一件呢 其實是Popy比較早期的內搭 他的價錢呢 相對其他來說比較便宜 這一件我記得是一件七千七百日元 那其他像我身上這一件的話 可能都要一萬四一萬五差不多 那這一件呢 後面還有做拉鍊 而且他們拉鍊呢 也全部都是設計成粉紅色的 就是一體還蠻可愛的 那另外一件呢 是我後來再去回購的 它是有點像是夕陽晚霞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比較少這個顏色的衣服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要是想要穿出不一樣的風格跟感覺的話 可能可以搭配 所以我後來再去另外最佳買了這一件 他們這一系列的私質上衣呢 真的就是完全 鄭重我的喜好 我真的是當收藏品、藝術品在買耶 就不是只有買衣服而已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特別了 所以我必須要用金錢來支持他 讓他們製作出更多衣服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這個牌子 這個牌現在台灣的知名度還沒有這麼高 那我記得前陣子我有看到POPPY有發通知說 他們的衣服呢 已經可以國際配送送到台灣了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呢 可能也可以去POPPY的官網買買看 好那我剛才是開箱 TOPPY內搭給大家看 那POPPY呢 除了這種TOPPY內搭系列呢 我還買了很多他們其他的衣服 我也給大家看一下 下一件 是一件白色洋裝 那它這個洋裝呢 我還蠻喜歡 是因為大家看它的材質是有點這種 凹凹凸凸的 那穿上去呢就會感覺蠻有個性 蠻特別很可愛 它這個肩帶的地方呢 是可以自己調整長度 自己綁的 還蠻可愛的 它的胸部這裡呢 是做凹下去的 所以呢 你裡面打內搭的話 就可以露出一點點 就不會讓你完全都是全白的這麼單調 那POPPY也出了蠻多這個材質的衣服 我也是買了很多 來慢慢開給大家看 那下一件呢是銀色系列 他們有出一件銀色的裙子 不好意思我沒有燙 所以它看起來會有點皺皺的 意外的穿上去呢 也沒有到那麼誇張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衣服呢 雖然看似有點奇葩 可是其實 就是大家都很好做的搭配 這個裙子呢 這也是可以控制鬆緊的 其實POPPY的衣服真的不算便宜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材質啊 還有他們的設計 真的都很用心 那除了剛才那個裙子之外呢 我還買了 吊帶裙 那這個吊帶裙呢 我是在他們的門市被燒到 因為他們放在門口 那這個銀色吊帶裙呢 也是可以搭他們這個內搭系列 也是超可愛的 這款銀色裙子呢 它是比較有份量感的 所以整個穿起來會膨膨的 那這款銀色吊帶裙呢 它是比較偏薄的 所以它其實穿起來的感覺呢 看起來會比較俐落 那接下來這一件 我也是覺得買得很值得 所以我又包色了 它這件外套上面呢 有白色跟粉紅色 我當初呢 是先在網路上看到 但是我看他們的照片呢 我其實覺得沒有到很燒 但是我去門市呢 就直接被燒到 兩個顏色都飽了 因為門市店員有穿嘛 穿起來超可愛 然後我有看到其他客人試穿 之後穿出來也是 Oh my god 可愛到爆炸 上面呢 是非常多的 玫瑰 那這個呢 其實也很好做搭配 你裡面其實隨便穿一件洋裝 然後你把這個 直接穿在外面 就很適合了 長度差不多是在腰上面一點點 所以其實呢 它穿上去也是 不會讓你的腿顯得很短 就反而可以有腿長的效果 這一件也是 我覺得買得很值得 大家看 這樣套上去 又是不同的感覺 很可愛吧 然後大家看 就是他們這個袖口的地方 也是有做鬆緊的 所以呢 它就可以剛好固定在這裡 維持的這個地方 有一點蓬蓬的感覺 天啊 超可愛 我要瘋掉了 我就很喜歡Popey的版型 因為我自己本身 不算是瘦的人 我的胸部又偏大 所以在挑衣服上面 其實蠻難挑的 所以他們的主理人 非常非常的瘦 可是他們的衣服版型設計 我覺得是大家的身形都可以cover的 下一件是 紗裙 紗裙也是超流行的 我這次買的是 粉紅色紗裙 那它裡面是有內裏 內裏是可以分開穿的 所以如果呢 有時候你裡面穿一個牛仔褲 然後你外面 只是想要有搭配紗的感覺的話 你就可以把裡面這個內裏拿出來 就只穿外面這個紗 下一套呢 算是我的衝動購物 因為我覺得這一套呢 就真的還蠻吃生型的 但是因為它太可愛了 所以我還是買下來 它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吊帶上衣 再搭配短褲 它是藍色的玫瑰 還有綠葉做點綴 它的褲子呢 穿起來是硬挺版本的 所以呢 在你的腿這邊就可以顯瘦 講到POPI 我整個就停不下來 因為我真的太愛他們的衣服了 那接下來呢 又是這個表面凹凸系列 剛才那個是連身嘛 它這個是上衣 它下面呢是做膨膨的 像是氣球的感覺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 下面會非常有層次 那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也是兩個都包色 就很好做搭配啦 唉我覺得我真的是有點買太多了 但是喜歡的東西買了還是蠻開心的啦 因為畢竟我平常真的不會這樣子買衣服 好那下一件呢 也是我剛才跟大家介紹的 藍色印花字的西十日系列 那它這個呢是做吊帶 我現在直接套上了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對不對 另外一件 這件也是我超愛的 POPI出的衣服 每一件都跟他們的內搭非常的搭 大家看它的材質也很特別 它的設計是兩面穿的 所以可以這樣 然後 也可以這樣 那像我自己就是因為 胸部比較大的關係 我如果是這個側面的話 其實這邊會有一點被撐開 我覺得就沒有很好看 所以我自己的話呢 都是這一面當成正面這樣穿 好大家那接下來要介紹第三個品牌 叫做Label Etude 就是因為要介紹一個新的品牌 所以呢我也是換上他們的衣服 那裡面這一件呢 我是搭我剛才跟大家介紹的 POPI的私質內搭 那外面這件外搭呢 就是Label Etude的衣服 他們這個品牌 我也覺得台灣應該要更多人知道 那他們的特色就是非常的浪漫 又浪漫又有個性 他們的衣服就是可以把沙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也是他們從去年開始非常流行沙的衣服 但是在流行之前呢 他們這品牌就出了很多沙的設計單品 Label Etude 其實他們除了之前這種沙單品之外呢 我也很喜歡他們的洋裝 這一件洋裝我買了兩個顏色 那買了另外一個藍色是這樣 就這一件呢 它不是Label Etude 就是這件是他們的子品牌 因為他們全部都放在一起賣 我就有點搞混了不好意思 他們的衣服送來的時候呢 都會付衣價 然後外面也都有這個防塵套 所以我有時候都捨不得拆掉 我就一直這樣放著 那這一件呢 也是沙上衣 那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粉紅色 一個是灰色 因為他們這個品牌的最有名 就是他們的灰色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特別 他們的灰是非常非常高雅的灰色 因為我覺得影片可能有點太長 我就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下一件呢 這個我也是買了兩個顏色 綠色 還有他們的經典灰色 那這一件的版型呢 我自己覺得很像人魚 就真的很漂亮 那裡面呢 也是你可以搭個內搭 秋天跟冬天可以搭高零 那平常夏天也可以搭個背心就好了 它因為下面呢 不是設計成一整個洋裝 它這裡是開的 所以你也可以在裡面 穿牛仔褲 或是穿其他西裝褲 就讓它整體看起來更有層次 那下一件呢 我是買來搭配用的 是有附胸墊的內搭 像這一件呢 直接穿上去搭剛才那件 灰色的洋裝也很可愛 好然後接下來呢 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褲子 就是大家應該對我 比較沒有什麼穿褲子的印象 因為我真的就是幾乎 全部都是穿裙子 但是呢 我在他們這裡買了兩件褲子 我都超滿意的 第一件褲子是這一件 白色的 大家看它的邊邊呢 這裡有一點刷銀色的感覺 然後這裡還有用一點蕾絲點綴 它雖然是一件很簡單 很簡單的寬褲 因為旁邊有銀條 還有蕾絲設計的關係 就讓它更多一點個性 這一件呢 它有兩個size 我記得我是買長一點的size 因為我自己也是喜歡偏長 然後比較鬆滑的褲子 我這一件呢 是在展示會買的 那去展示會的時候 店員也有穿 店員呢也是說 它也是買大一個size 然後再把腰的部分 往上摺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身高只有158公分 如果要看身高的話呢 其實就是買S 但是買M的話呢 它整個鬆滑度 會看起來更漂亮 所以我是買M 然後另外一件呢 也是他們的褲子 是粉紅色的寬過 因為我最近非常著迷粉紅色的單品 然後我發現我沒有粉紅色褲子 所以就想說 就買買看好了 結果我很喜歡他們的版型 我自己的身型呢 是我的屁股比較大 然後大腿比較粗 我很難找到適合我的褲子 所以大家才會很少看到我穿褲子 我都穿裙子把它遮起來啦 可是這件寬褲呢 穿起來就是可以完美的 隱藏那些缺點 我自己覺得這件買的很值得 我今天有買粉紅色 我超後悔的 所以呢 我決定我等一下會下單其他顏色 那剛才說 因為我去展示會的關係嘛 那我去展示會 也是買超多衣服的 所以他們有送那個 來參加展示會的禮物 是這一件 內大上衣 它其實也是有一點透透的 這件就是很基本的搭配單品 然後是我覺得他們 非常非常經典的系列 就是我發現說 他們的紗很有名嘛 可能完全要來搭配的紗罩衫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是短袖 他們還有出長袖 其實我覺得長袖的更經典 顏色應該是不太合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 穿起來的感覺 喔 裡面這個橘色好亮 我覺得很不搭 可是就是想給大家看 喔 如果只看這樣的話 大家就應該知道它的感覺 如果你每次穿黑色灰色 然後再搭個項鍊 外面再套上這個罩衫 就完全附於你的穿 又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這件是比較低調 因為它的袖口是短的 長的我超愛給大家看 這件就是長罩衫啊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浮誇 穿給大家看 我現在裡面顏色比較亮 所以穿起來沒有那麼適合 可是 就是大家看 而且它這兩邊的 沙是做成不一樣的感覺 不覺得很可愛嗎 然後我也再搭配個帽子啊 或是搭配點耳環的話呢 整體就是非常的有個性 這件我也是超喜歡的 而且這件啊 它當初在網路上 就整個賣超好 整個賣光欸 所以我就是還按他們的網頁通知 說有進貨的話 一定要寄信給我 然後那個時候 這樣我很幸運 等到他們進貨 馬上下班 我就買到了 超開心的 好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介紹給大家 我最近因為育兒壓力爆買的衣服們 就這樣介紹給大家 突然間這些衣服 買了全部都有意義 那這三個品牌都是我個人 持續有在買 也非常非常喜歡的品牌 真的推薦給大家 可是真的要在台灣買的話 就比較困難啊 大家可能就要早再購 但是呢 你買了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這三個牌子的版型 還有材質 我覺得都非常的值得 推薦給大家 好 那我最近要透過購物 來發現壓力的症狀 其實有好一點點 不知道我人生中 下一次這樣爆買會是什麼時候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說 你們有沒有喜歡的哪一件衣服 真的要告訴我 我很好奇大家看影片的人 都喜歡什麼樣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樣 謝謝大家 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拜拜